给你一千万 让你吃掉眼前的奥利给 你会愿意吗 别人肯不肯不知道 反正眼前的小伙肯定愿意 毕竟恶心这一顿 就可以少奋斗几十年 吃到后面小伙甚至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这波操作直接把一旁的女人都看待了 原来小伙正在参加一个闯关游戏 只要能连续完成13个任务 就能获得一元现金奖励 而这个游戏有三个规则 一是不能中途放弃 二是不能告诉别人你在玩游戏 三是不能去探查游戏幕后的主使 否则游戏就立即终止 奖金也会全部归零 就在两天前 刚刚失业的阿伟正躲在楼梯间伤心 此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 只要他来参加一款闯关游戏 就有可能拿到一元奖金 阿伟觉得对方是骗子就想挂断电话 可那人却让他捡起地上的报纸 并说只要用报纸打死一只苍蝇 就奖励他一万块钱 报纸试一试的想法 阿伟慢慢捡起了地上的报纸 接着他找准时机 一个回手套就将苍蝇轻松拿下 很快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阿伟定静一看 原来真有一万块钱到账了 可还没等阿伟反应过来 电话又再次响起 这次对方说阿伟已经解锁了后续任务 而这第二关的任务 就是要他吃掉手上的这只苍蝇 同时奖金也会增加到五万 阿伟盯着手里的苍蝇 心想只不过是恶心一下 就能获得半年的工资 于是二话不说就吞了下去 下一秒余额果然增加到了五万 看到这游戏来钱这么容易 阿伟瞬间又觉得自己满血复活了 接着他来到老总办公室 直接一拳就把开除他的精力打倒在地 然后头也不回地潇洒离去 而游戏也来到了第三关 这次的任务也不难 只是要求他弄哭三个小朋友即可 阿伟瞅了一圈后 找到了一个正在吃糖的小孩 接着用力将他推到了地上 可没想到小孩不但没哭 反而笑着扑进了阿伟的怀里 周围的孩子以为他们在玩游戏 都纷纷跑了过来 阿伟连忙躲避着向后退去 结果一个不小心踩坏了孩子的玩具 看到孩子委屈的快要哭出来 阿伟瞬间有了主意 随后他将孩子们的玩具一一弄坏 成功完成了第三个任务 紧接着他又抢了一个流浪汉的钱 成功完成了第四个任务 这才半天不到的时间 阿伟就成功赚了一百多万 看来距离一元的小目标也指日可待了 阿伟这边才刚闯到第五关 就发现游戏逐渐变态起来 只见一个身材很哇塞的美女 推着一盘菜慢慢地走了过来 阿伟好奇地看了一眼 Holy Shit居然是一坨新鲜的奥利给 而且看着形状 估计他的主人应该没少便秘 没错这正是阿伟的第五个任务 吃下去的话 奖金就会增加到五百万 而如果选择放弃 那么前面几关获得的奖金也会瞬间消失 面对金钱的诱惑 阿伟最终还是拿起了勺子 强忍着味道把他吃了下去 毕竟恶心这一顿 就可以少奋斗十年 正当阿伟狼吞虎咽的时候 碰巧被自己的好友翠花看到 阿伟羞愧地赶紧跑了出去 而第六关的任务也随即触发 这次他需要找到一个疯子 然后陪着对方装疯卖傻 幸亏阿伟的演技不错 成功忽悠着疯子 说出了第七关任务目标 这次是让阿伟在十分钟内 将一位坠井死亡十天的老人背出来 阿伟还没下去 就闻到了锦里那浓烈的腹臭味 可是都坚持到现在了 阿伟说什么都不肯放弃 于是他二话不说就跳了进去 然后找根绳子将尸体绑在身上 最后硬着头皮还是将尸体背了出来 晚上阿伟找到自己的前女友 他说自己现在已经发财了 想让女友重新跟他复合 可是看到阿伟一身又脏又臭 女友根本不想答应 而且他现在已经有新男友了 就在阿伟心会一冷时 第八关的任务又来了 这次对方要求他用一把八号椅子 打一个穿八号衣服的人 阿伟转头一看 这不正是自己的情敌吗 说完抄起凳子就冲了上去 这又有钱赚又解气的好事 阿伟干的那是相当卖力 此时另外一边 好友翠花也发现了阿伟的异常 他通过调查发现 原来阿伟正被神秘组织操控 而他所做的一切都被对方全程直播了出去 可此时阿伟却并不知情 他正在准备完成第九个任务 那就是从不满警察的医院内 找到一个精神失常的老太太 然后把对方推出来 并安全送他回家 到了家里后 老人发现晾衣绳断了 就让阿伟帮他重新挂好 可是在拉紧的过程中 阿伟的手不小心被铁丝划伤了 这时他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于是便顺着铁丝检查了起来 这一检查不要紧 阿伟惊讶地发现 这根铁丝镜刚好拦在马路上 还没等阿伟搞明白怎么回事 远处忽然就传来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 原来是一群精神小伙 正骑着摩托车急速朝阿伟驶来 阿伟赶紧挥手想要阻止 可这群年轻人丝毫不理会 反而猛踩油门冲了上去 一阵刺耳的切割声过后 所有的声音瞬间戛然而止 只剩满地的残肢断臂 提醒阿伟这一切的真实 就在这时 阿伟的手机再次响起 对方恭喜他成功完成了地势关任务 而这次奖金更是增加到了2000多万 还没等阿伟反应过来 脸出一辆小车就停在了他面前 原来是他的朋友翠花到了 他已经知道了阿伟在玩游戏 这次来就是想阻止他的 可此时的阿伟已经变得执迷不悟了 他想到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眼看就要通关获得一亿奖金 于是便继续接了下一个任务 而这第十一个任务 就是让他在翠花和自己的狗之间做个选择 他必须要杀掉其中一个 最终阿伟选择放过翠花 忍痛杀掉了自己的狗 就在阿伟开车离开后 翠花连忙跑到警局报警 可负责接待的警察却一直不肯受理 这时翠花忽然发现警察的桌子上 赫然有个印着游戏图案的文件 原来警察也是游戏的参与者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 翠花走上前了解了情况 他确定这个凶手肯定就是阿伟 于是便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 追着阿伟来到了一所废弃工厂内 此时的阿伟正拿着刚从牛尾里找到的钥匙 打开了一个印有十三图案的锁 他走进房间 发现里面有个巨大屏幕 上面赫然播放着他完成每个任务时的画面 翠花也沿着血迹追到了房间门口 可他还没来得及进去 就被人迷晕拖走了 随着房间内的灯光亮起 阿伟看到一个轮椅上躺着一个男人 而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把刀 阿伟慢慢地走上前去 接着缓缓摘下了那人的头套 他发现眼前的男人居然是自己的父亲 而这第十三关的任务 就是要他干掉自己的父亲 另外一边 翠花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看到了游戏真正的幕后主使 而那人竟然只是个孩子 原来阿伟参加的这款名叫十三的恐怖游戏 居然是面对全世界付费直播的 而且这场游戏的参赛者还不止阿伟一人 面对着唾手可得的一元现金 阿伟拿着刀子犹豫了很久 可最后还是不忍心下手 毕竟他还残留着最后的一丝人性 可就在阿伟刚放弃游戏的时候 大屏幕上突然开始宣布这次游戏的获胜者 看着眼前面目猙獰的父亲 阿伟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原来父亲也是这个游戏的参赛者之一 而他却为了奖金毫不犹豫地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此时屏幕上献出一行大字 最终的胜利者正是阿伟的父亲 看来亲情道德最终还是败给了贪婪 有人说过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 一个是太阳 另一个就是人性 直视太阳难免会被灼烧 而直视人性则难免会失望